我把這個小規的物件式的 跟老師稍微介紹過之後 事實上接下來這一個 三度空間的懸展這個 其實你也只是在按六鍵 把它轉成3D而已 當然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逆軟 多一個逆軟 因為其實像我剛剛有跟老師 介紹的那個Adobe F8 事實上它就是有這種逆軟的概念 事實上也真正的3D一樣 可是我們這種3D是所謂的沒有厚度的3D 也就是2.5D 一般以前我們叫做2.5D的 但是現在學習還缺一個東西 缺什麼東西 叫做攝影機 其實有軟體 有那個軟體 你團體見好了 我不可能每一個拿去攝影機移動 我一定用攝影機去看 對不對 那麼在這套軟體裡面就有 所以其實以後它會慢慢把這裡面的東西都翻過來 所以可能值得期待的 因為反正已經變成同一家公司了 你會發現可能慢慢的飛去也會開始有攝影機的功能 那這樣你要做3D 那些東西就相對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 在飛行裡面做的3D 老實講 還是比較陽春一點點 那麼您稍微看一下 譬如說您如果像剛剛這一個地方 您按右鍵 這個我不是 這是鍵好了 您看這裡 按右鍵 有沒有3D補兼動畫 實際上你做了之後 您到這邊來 你會發現多了一個軸向 基本的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地軟 就是移動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地軟的一個深度 那麼地軟的深度的話 其實 您可以從這裡來看 呃 假設你覺得這樣看這個太複雜 實在是 這個標誌的話 太累了 其實您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右手邊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點到這邊 看一下 最後一個 咦 啊我是說在 咦 我是說啊我在上面 咦我坐在上面嗎 咦坐在上面好了 這裡有一個 咦 我看一下 他點出最後面 咦這邊手機沒有跑出來 應該會有一個 Z斗的 好 來 我換 換這一個好的話 來吧 變3D的 咦 Z斗的我沒有看到 你看 因為他的Z斗事實上就是 你看這裡 我們把他 在這邊 你會發現就是說 當我把他肚子變大的時候 看起來是好像比較小 對不對 其實有點就是模擬就是說 你靠的比較近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大 靠的 離的比較遠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小 他只是利用這樣子而已 當然你如果透過旋轉 因為 你只要變3D之後 這裡 是不是就有所謂的 Z斗的旋轉 對不對 好 Z斗的旋轉 那麼 這個Z斗 啊對了 老實 您這個地方可以稍微這樣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他的高度 因為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 這樣好像太佔空間 可以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那麼右手邊就是影盒 就是如果你要看的比較多 還是比較少 不過老實講 我們現在這個螢幕還是不夠讚 呵呵呵呵 還說他大KK才有兩年 這個實在是有點 可能看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麼 您看一下這個旋轉 您看喔 這個是 這呢 腦機有這個走向 腦子有沒有用那個3D眼鏡 比較沒有 因為現在做動畫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3D眼鏡 我先回到第一個好了 您有看到背景 可能比較 剛好這個是 我先把它的動畫先移掉好了 這樣子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現在呢 這個 移動五間動畫 現在是2D的 把它變3D 有3D了 把它變3D 您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一個所謂的軸向 有看到這個軸向嗎 對不對 它其實正常來講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 我們現在3D軸體都是像這種功能 所以你今天從這個 這邊的就是S軸 這是Y軸 這是N軸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 像那個翻滾的有沒有 向前翻滾的要哪一個軸向 我要這樣 滾滾滾滾的 這樣 滾滾滾滾 滾滾滾 滾滾滾 那如果你是转X轴会变这样 就是我要的 那如果你是转Y轴会变这样 所以 如果你会迷路的 会找圣诞马公公的那种 这个 你那3D轴向就搞不清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边 我现在变成3D的 那我先拉到后面来 假如我拉到后面这边 好 你看我进到这边了 这个我要转F轴的话 假设我就180度 您看一下 这样没有翻 您了解了 所以你先轴向搞清楚的话 你在做这种3D的时候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在这边的话 其实有放这里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像这个它比较简单的 这边有没有靠近太远 不过这个我是觉得跟3D比较不像 那右手边这边有一个文字 这个就可能偶尔会有类似像 会做类似这样的气球 那这样就有 转的是哪一个轴向 是转的是哪一个轴向 歪走啊 直的有没有 直的啊 我是这样转啊 歪走歪走 就是你转的那个轴向 是跟它是垂直的 跟它是垂直的 好 这样跳啊 所以您看到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所以这个您大概这样就稍微了解一下了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部分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个就是那个 IK的部分 IK部分 老实讲不好玩 很炫啊 但是你跟它调整的很好 不容易 那第二个 这个关于我们那个 普遍动画的方式 我要跟各位再稍微主通一下 这个蛮重要的 普遍动画的 我们现在新的 有没有 新的它的关键影格 我们以前叫做什么 关键影格 对不对 它现在叫做属性关键影格 就是那个名字不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用坦通案的人 去点那个一个影格的 好 不一样 如果你操用这个时候 建立普遍动画的时候 它不允许 使用的物件类型都转换来影片片段 好 也就是说 它 实际上只有一个而已 它整个动画只有一个 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可能会好几个人 好几个动画一起做 或者 几个动作一起 一起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比如说你要一起做旋转啊 都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新的普遍动画 是只有一个物件 而且 这里 你看 你如果是 现在你会用传统普遍动画 它都会自动把它转化为图像 有没有 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 传统的 然后自动把它转化成图像 那再来就是这一个 新的普遍动画 不能使用程式 以前我们不是在上面有一个影格 然后就写了程式 就一个小A 有没有 嘿 没有3 只是小3 哈哈哈 小一个A 表示说那有H3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个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 它只能单纯做动画 单纯做你的一些 那个动画的元素而已 你不能说 我直接用程式去控制它 这个是 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限制 所以你看 这里 所以虽然说它有新的功能 可是你看我们选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 这里不能写那个程式 对不对 好这里不能写程式 所以这个是 呃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么再来 我们刚刚有跟老师说要提一下 Ctrl按着是选一下 个别的影格 当然你要拖一个范围也可以 好就是Ctrl按着 好 还有 我们刚刚不是用了3D吗 很抱歉 只有新的功能才能够用 谈讨我们不能用 还有等一下 我们要变上那个IK的款款 也是要 IK它不算新的那个普遍动画 可是它要求你 一定要是A3.3.0 可惜说 列写程式要升级 哈哈哈 你不要用2.0的 2.0它存在那个A3.2.0 它就不给你用那个IK 好 所以这个就很讨厌 好 那再来就是 你看 你没有办法替换原件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能说 我现在前面动一动 然后动到后面是不一样的 不行 好 这个 你如果遇到需要换的 那你还是用传统补件动画 所以虽然 我们以前学的叫做传统 但是还是很有用 哈哈 还是可以继续用 所以老师不用直接丢弃它 这个是 跟老师稍微修明一下的 那么IK就像这样子 你去把它架所谓的骨架出来 也就是说我今天虽然我没有 真正的实体的这种 所谓的3D的模型也好 我只有2D的 可是我可以把它架直下 事实上这个概念来自哪里 来自那个3D软体 因为3D软体里面 常常我们会需要创造一些 不管是人啊 动物啊 对不对 那些东西你要控制它 今天我们在飞行里面 你要做不容易的 传统方式不容易做 你看哦 假设我要手要像它这样提起来 你要怎么办 IK 我们一般称之命向关节 像我们人的手一样 也就是说 你这个拉起来 它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真的动才对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觉得动画是 每一个是不是都是独立的 你动你的 我动我的 我们是不相不安扰的 那这样就产生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关节 我们人的关节也是一样 有分可动性比较高的 对不对 走完 那你肩甲骨的这关节 可动性就相对比较低 角度比较少 那么你可以去限制它说 我在动画的时候 你只能赚来 角度的范围是多少 这跟真正的3D是一样 那我们先请老师来练习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看这个IK的 这里有一个链子的 有没有 一定的 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有没有 一个链子 那么 哪里有IK 你看 你看右手边这个 其实 以前的那个3D动画里面 他们把这个翻译做什么 凤 骨头 有没有 骨骨吧 所以你看它的骨就长得像 狗骨头一样 好 所以你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我从这边 你看 拉着拉过来 有没有 资产这一个 你就从这里连到这边来 这样两个就连到了 然后我再从这边 等一下 从这边拉过来 连到它身上 你会看到它这样 如果是 你在这里里面是一个叉叉 对不对 一个叉叉 这样 有没有链链 有链链 有链链会像这样子 我把它放大一点点往下 这样看 好 有没有这两个就连起来 那我再往下 这里 再往下 有没有 好 连起来 再把它连起来 好 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把这个收下来 好 您看看 我现在连好了 我现在用这个全体工序 我是要一个链子 对不对 我移动它的时候会怎么样 这样你了解了吗 知道什么叫 这种什么 逆向关节运动的吧 嘿 那这个是可以做动化的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 你你有没有发现 我做完的时候 本来我的图层 你有发现多个人 有没有 本来我的图层的内容 是不是在这里 但是你只要做的那个IP之后 它会自动变成所谓的骨架 它就把你移到上面去 移到上面去 变成这种骨架的那种图层 比较特别 那么你今天呢 假设我 一开始是这样子 你到后面呢 我们以前是叫叉入关键格 看一看 这个给pose 哈哈 带一个pose 哈哈哈 做一个pose 嘿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它拉下来 然后拉下来 所以中间 五天都怕 就做完了 那你了解吗 这个比较简单 你可以先看看 因为这个是物件而已 你如果真正做人 那个 那就要调的一番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增加性行用的 哈哈哈 所以给老师稍微试看看 好不好 你先试看看 但是一个前提 物件一定要先转换成原件才行 我刚刚那个事情都已经变原件 如果你今天不是原件 你会发现 其实它也是类似我们的移动补件动画一样 新的移动补件动画一样 你继续把它转换成原件才行 你没有转换原件都不能用 所以 其实我们在switch 我们当时有看到switch吗 看起来它好像可以加很多特效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内定就是把那些所有东西都变成原件 所以要什么弹入弹出 要这种位移 那些对它来讲都是ok的 这个 对吧 参参 对不对 它这个 在还没有做工具之前就有了 而且还做得很灵活 那这个没办法 这个肯定都是要用什么 层次啊 你看这个 对吧 你这背腿就这样倒掉 哈哈哈 可以做任何姿势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 它的 还是那个关节的 运动的概念 只是说 以前我们要做这种动画 真的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那现在呢 相对比较简单 相对比较简单 如果老师 因为我这是雷神1 我想我还是把它扣过去 好了 如果老师您觉得 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 哈 我本来没有放雷神1 哈哈哈 那个是 就是动画金赏而已 纯金赏 纯金赏 因为要做老师讲很难 那我把画面还给老师了 来